华联市公所22号办理112年度原住民义务干部组织观摩研习活动 一连三天行程前往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竹县等地参访 这次除了联系原住民族人情仪之外呢 也摄取了其他部落经济建设发展的经验 作为未来拓展原住民商品展售平台的参考 华联市公所22号起1.3天举办112年度 原住民义务干部组织观摩研习活动 一大早市长卫家宴特别前往送行 叮叮大家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还是要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也期盼大家在这一次的线外观摩能够满载而归 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够到其他的我们原住民的地区去看一看 结交一些不管是朋友或是一些产品的一些交流 甚至以后我们可以推出一些原住民的一些伴手礼 或者是一些手工艺能够在平台贩售 那这一次总共是我们的原住民干部有总共大概120位上下 那也希望说这趟旅程能够他们出去 能够吸取更多的一些经验 然后带回来花脸 然后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交流 一连三天的观摩行程参访重点 包括了部落总体营造 特色商品研发 多角化纪念商品开发 企业组织经营管理还有行销包装等等 希望这些干部们能够吸取其他部落经键发展经验 作为未来拓展花脸原住民商品展售平台的参考 绝对会幻视报导